主席 張部長 陳主委 還有與會各列席官員 本會的各位同仁 是不是請張部長 好 請部長 部長 前天那個營建署 那個業署長 說在資金成本相對便宜下 不管政府 用什麼 什麼稅啊 未來十年的房地產能是最好的 這個投資 選項 那請問他說的是不是真的 包委員那是他個人的看法 我不予置評 那也不是我主管的業務 那是不是代表這個財政部 這個 課債多德稅也沒有辦法解決這個 整個尤其是 草房的這個歪風 你認為 現在我覺得現在已經有平易了 不當的投機有平易了 州長率也降低了 兩年內的買賣也少了 因為業署長說因為馬政府執政 尤其到2016年以前 在整個政策規劃上 並沒有實價課稅 這件事 那請問營建署 署長會講這樣的話 你認為到底是信心行話 還是政治語言 我認為 那是他們 他們在那個特殊的團體 的聚會裡面講的 因為那個看起來大概都是 營建業的人士比較多 那你認為那個是信心行話還是政治語言 我覺得 對營建業信心行話的可能性 比較大 那你認為他講的話是不是 就是 有沒有代表政府的立場 對 所以 那天 當天晚報出來以後 我說 第一個我 財政部部長 回應營建署長的話 不合宜也不得體啦 而且他是管營建的 他不是管稅的 所以我不回應他的話 所以說像那種情形 財政部的立場 是不是 我們有我們的步調啦 那現在當然也 也不必 不必多講 那 你站在財政部的立場 是不是會 落實實價課稅 來 這個 取得全國民眾的信任 包委員 那個 促進負稅公平 本來就是 一貫的 目標啦 黃金十年裡面 我們兩個大目標 一個讓財政更健全 讓負稅更公平 那實價課稅 本來是一貫 不過實價課稅 我過去不斷的強調 這四個字 在解讀方面 要很小心 因為現在實價登陸啊 當然很多民眾也關心說 實價登陸以後會進一步 馬上就是 實價課稅 所以說 那天 這個營建署 葉署長啊 才會在那個 我不瞭解他 對實價課稅的了解 有多少 他講的到底是 土地交易 土地增值稅的實價課稅 還是要改為所得稅 這兩個解讀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知道啊 你現在主要就是 因為實價登陸以後 當然很多民眾 對這些事 也很關心 那你身為部長 當然 這個 尤其稅務方面 是你這方面固責的 所以說 先前啊 在實價登陸的時候 那時候有做過宣誓嘛 說實價登陸 不是馬上要實價課稅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說 我認為像這種問題啊 這個 站在部長的立場 你是不是應該要再 實價登陸 實價登陸因為八月才上路 事實上實價登陸制度還沒有完善 也還沒有到課稅的那個 那個 當作課稅依據的那個境界 都還沒有了 所以我想說 至於說改革 我想說各位 那在2016年以前會不會實價課稅 包括委員 我想我不預定這個時機 為什麼呢 委員都很清楚 改革有它的天時跟地利 那改革的時機不對齁 一切都免談 我想從這幾 這幾次的改革都很清楚 所以我想說 我不願意 預測未來的時機 所以說等一下 我就會跟部長探討到就是 證所稅的事情 就是 時機的問題嘛 對不對 大家都很清楚 你改革 時機對 齁 我認為 那個是得宜 時機不對 雪上加霜啊 對不對 這個叫做齁 到最後變成什麼 變成 這個 舍本足末 證交稅收不到 證所稅 也收不到 證交稅又少了幾百億 報委這一點事實上 我講了蠻多次啦 我再跟委員報告一次齁 事實上 國內的股市不是證所稅單一因素啦 事實上 國際看得出來 國際的經濟 國際的股市 都是不好的 部長 我講 對於這個金管會要求降低 這個全政避險交易稅 齁 那當然我也問過部長齁 你們財政部的立場是希望 不要減稅齁 齁 能夠減少政府的支出 為優先考量 是不是 是 這是院長的指示 那現在是不是 這個 已經財政部跟金管會 有達成共識 我们基本上 因为它是法定的 法定义务 非要避险不可 是政府要他这样做的 那这样的避险 那如果说要你这样做 又一直要让你亏损 这个是说不过去 那达成共识是不是降到全文之一 现在就是效益的部分要再评估 另外 就是说那个丈夫有没有办法区分 这是法定避险的 还是说你自己避险的 要能够监理 要分开来 自己避险的那不可以 另外一定要股票的避险 其他的避险的也不行 所以我们跟金管会的共识就是说 那个要能监理制度 要把它明确 第二个 业者的手续会也要相应调降 这样量才能起来 大家国力多销 如果说我们只降税不降费 那等于是说替业者量不会起来 那这是针对证券商 那我今天再转个角度来请教 今天要是证锁税 你当初我们 其实我们很多委员一直想说降低证销税 来让它量能够放大 但是财政部的立场是很坚持 就说证销税绝对不能降 那证锁税 就是照我们上次修的那个门槛来推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个可以对证券商这样子 对所有的这些股民 就另外一个做法 这个不是有矛盾吗 包围员这两个其实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根据税式资助评估来看不一样 证销税过去二十几年来都没降过 但是它的成交量根据 都是一千多亿啊 可以收到一千多亿啊 根据国内国际的因素 几乎都涨涨地雷 跟税率的关系不大 证销税率的调整 那当初证销税 它是不是有意涵证锁税的味道在里面 有没有 很多人这样讲啦 是因为那讲 不然怎么凑到千分之三 对那是讲历史啦 他是说民国七十八年以前 从千分之一点五啊 因为科证锁税的关系 后来证锁税废掉以后 变成千分之六 后来再降到千分之三 所以大家就说 这是跟证锁税有关联性 事实上学者很多不认同这一点 他说证销税就是证销税 他只是说跟证锁税的取消联动 就认为含着证锁税 部长 我想今晚会的说法是 降低全证避嫌交易市场的税率 会增加三倍的交易量 那请问是不是要先就券商 才能就股市 以现阶段来看 是不是这个样子 报告委员 全证市场到我看他们的税市支出评估报告 一大本在这里 大概是一个很小的市场 占证券市场大概差不多百分之一了 一趴而已了 那个交易量 主委你也上来来 是 做一个说明好了 非常小的 微小的市场 量很小 那一直无法扩大 跟 我看了他的报告 跟香港新加坡都不能比 人家香港新加坡大概是一天周转三次 我们是三天周转一次 因为我一直一直在纳闷就是说 要是这种做法能够造势那是不是也能够因为正所税的这个 让正所税股市 那个现阶段来看是因为他整个量都都缩啊 那好像是回事一样 那以现在的状况是让他怎么能够回神啊 不然的话确实是量缩啊 整个股市交易量是萎缩的啊 价不要讲量是萎缩的 是摆在眼前啊 对不对 那既然这个可以造势 那为什么这个正所税这方面就不能 这个这个正交的方面 我跟林环文报告一下 因为最主要是他那个造势 他造势的避险成本 其实占他的成本的比重是非常高 因为这是衍生性的产品 衍生性产品它虽然明目本金是整个股价 但是呢只是说股价的差不多一定的层数而已 大概说到股价层数大概差不多一成左右而已 那這樣的話,如果說它按照千分之三的稅率去避險的話,避險資本非常高 所以它沒有辦法避險,沒有辦法避險這個市場就做不起來了 是這樣子,所以我們是希望說,如果避險資本下降 降下來它的避險操作增加,量就會立刻擴大 我們是對這個是非常樂觀 就量能夠擴大這個部分,我們是非常有信心 所以說這都是針對這些 這是全證的部分 都是證券商啊,對不對 那因為現在是,大家是比較擔心的是說 因為如果說證券商那邊的營收啊 如果說不好的話,會不會影響到這個工作同仁的就業的機會 那如果說能夠思路上他們增加一點 所以說你們現在就是,心中只有想著證券商 來就這些證券商 那心中就是沒有這些股民,股民經常給我們反應啊 他們是哀哀叫啊 沒有沒有,這是這樣,這是兩個層面啊 一個是量,一個是價 那我想呢,對投資人這邊的話 他影響比較大可能還是價的這部分問題 那價其實是國際的因素,我們在國際的比較起來 我們現在還算是平穩啊 因為主要是國際因素在波動 因為本期不是反對 因為這個以現在來看,確實我們整個市場是 因為我們都知道 這個整個股市是一個經濟的櫥窗嘛 那你整個市場是萎縮的,是擺在眼前啊 那你們就一直講說這是整個國際大環境的影響,大環境的衝擊 那確實擺在眼前的是眼前的問題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去突破,沒有辦法去解決 那在這一方面我們知道會去著手 但另外一方面,你沒有去想辦法 怎麼讓他能夠把這個市場活絡起來 這個是很嚴重啊 我希望喔,不管財政部軍管會在這方面好好的去審慎去研究 我們都後面很必要 好,謝謝 好,謝謝